今日有東莞高部鎮的街坊和我們報料 說他們家附近的一個軟落 藏著一個黑加油站 每天都有車來前往加油 加油站裏面的油桶、露天管道一應俱全 住在附近的居民每天都提心吊膽 具體情況是怎樣的 可以現場 高部鎮低沖村裏面 有一個活動板房搭起的小軟落 就是這樣一個不起眼的軟落 卻時不時有赤樑盡春 小汽車、摩托車 甚至大型貨車都會從這裏進出 記者敦手發現原來這裏是一個加油點 記者發現這處活動板房門前 有一條小路連接市政道路 車流量很大 去往廣州方向的車輛都必須經過這裏 有車來的時候 平房地裏面的人總是指揮車輛到入平房門口 沒過一陣就匆匆離開 生意好的時候 很多車都排隊在路邊等候加油 記者現場敦手了半個小時 就見到有10部車進出軟落 種種跡象表明 這處平房裏面 收住一座黑加油站 晚上6點多 記者開著一部小車來到加油站加油 在市場上正規經營的加油站和類型的油要六個幾一星 平房裏面一個小房間裏面裝了一台簡易的加油機 數字不斷在跳動 記者很快就入了120元的油 對方並未提供任何票據 看到記者問起油的來源 對方提告警聽 催促記者離開現場 在現場其實看到 加油站的設施極其簡陋 加油機安置的地方很隱蔽 竟然是在廁所裏面 而院路裏面有幾間房間用來存油 油味撲臂 旁邊還有幾間房間住人 一旦發生事故後果不敢上張 記者隨後將掌握到情況反映給當地安監部門 對方說作為工作以後聯合工商、公安等部門進行查詢 我現在馬上打電話給他們 給參局的領導 因為準備下了 所以我馬上打電話給他們 馬上安排人過來看 我們的欄目也將會對此繼續追蹤報道 這類非法交流站設備簡陋 很多還要露天露地 消防設施完全沒有 藏身在居民區裏面 無疑等於一個定時炸彈 不發生事故 真是很幸運 一旦出事的話 人命關天 大事來的 禮望當地的安監部門 能夠設實履行這個職責 消除安全隱患